完工事之後我們來做一點簡單的題目 第一題 有兩個1.5伏特串連 然後接燈泡有三庫輪 請問你有多少能量給電燈泡 來 1等於QV 電量去乘以電壓 電量很簡單就三庫輪告訴我了 要有個電壓 電壓注意 兩個1.5伏特串連 就要回到當初的串連跟並連公式 串連電壓怎麼辦 相加對不對 所以要把它加起來 總電壓是分電壓的核 所以叫1.5加1.5變成三伏特 變成三伏特 然後就可以帶回去我的公式了 1等於QV 帶進去就叫九焦爾 就簡單就算出來了 九焦爾很容易 很簡單 這個叫做電池提供 然後下一個叫做1.5伏特電壓 然後通電兩分鐘 電流一安培 請問你產生多少能量 那麼這個叫做消耗 剛才講的是提供 現在講的是消耗 基本上總提供會等於總消耗 所以未來如果問我總提供多少 我可以去算總消耗多少 問我總消耗多少 我可以去算總提供多少 想想看這個題目的條件裡面有電壓有電流還有時間 那我可以用什麼公式去算 有電壓有電流有時間 今天我可以用什麼公式去算他咧 來 這位是帥哥 你們班沒有這號 你們班有這號 26 26 答案 180 听人家的 请坐 好 来 题目上有电压 有电流 有时间 我就用ITV 电流有告诉我的1A 电流有告诉我的1.5V 时间要注意 那个时间用的是秒钟 他给我的是2分钟 2分钟要换成秒钟 所以呢 1A 1.5V 2分钟换成秒钟 120秒 就往里面带 ITV算出来就会是 180焦耳 180焦耳 就是我们的做法 很容易就把它解决掉了 可以吗 可以 1A 1 1A 1 3A 1 2B 1 3A 2 5A 3